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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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甜美的回忆》 其实 其实 我也是蛮喜欢她的 哦耶 对不起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班时间 上班时间是谁让你化妆的 我再一次 我要给你化妆的 我要给你化妆就当随便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要是你再不做事 就回家吃你自己吧 老被你逮到 真懂你 还有 还有 还有其他人也一样 听到没有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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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没灵感呀 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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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感可言的 对 灵感 你满街 就是一个专门制造蚊子的机器 像我 不是吹牛的 这夏笔 总是 有如星云流水 源源不断 滔滔不绝 又没见你写过什么 你在那瞎嘀咕什么呀 想找死啊 不是老大 我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 我以前从来没谈过女朋友 再说我以前也一直是写武侠小说 从来没写过这种男欢女爱你 这么让我一写 我一时间我也改不过来 我 你少给我找借口了 你这没有吃过猪肉 你也得看得过猪走路啊 你就不会去看看别人怎么写的 或者现在电视上不是老在演那些要死不活的偶像剧 你就得抄点啊 你要抄 找我写什么呀 你是骗还是拿翘啊 好 算了 看来还得我亲自出马 有梦子 你想的美 我的意思是说 我该示范示范 让你知道什么是谈恋爱 到时候你给我在一边待着 好好地学习 听到吗 这个事儿怎么是办啊 你看不出来啊 我当年可是迷倒万千少女 人称玉树临风的赛潘安的丁公子 还真没看出来 要不我现在就拿个电话叫个女的出来 让你看看我都厉害了 装摄影机 嗯 最近公司的人是越来越懒散了 所以为了能确实掌控工作人员的状况 我特地想出了这个办法 不错吧 什么什么呀 你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特地想出了这个办法 我特地想出了这个办法 不是哦 怎么样 你的看法如何呢 叶婷 我认为你想的太多了 当然 我也觉得 大家最近工作是不太好 可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原因 就在办公室里来装摄影机 揭示大家的一举一动啊 你这样做不是太夸张了吗 你把大家都当成小偷了 哼 那又怎么样 只要能让他们专心地工作 提高工作效率 我这样做又有什么不对呢 唉 话是这样说 可是做法一定要让大家心服口服才是 你在办公室里装摄影机 是会让大家在一定的时候 坐在那里老老实实地去工作 可是如果大家只是装模作样 结果还是心不在焉的话 不是一样影响工作效率吗 喂 你干嘛呀你 为什么每次你都一定要反对我呢 是你问我意见的 我也只是就事论事 好吧 我再考虑考虑 好 希望 你真正能够站在大家的立场上考虑清楚 就这样吧 我先走了 你要走了 好 唉 你知道吧 只要我一约她 她保证就出来 厉害吗 厉害 不对啊 你每天工作那么忙 你哪来的时间交女朋友啊 所以说你永远交不到女朋友 你懂得我再合乎想一想 这古人云 时不知内必有芳草 这每天成千上万的美女 从里面就躲过你不知道吗 我的原则就是 宁可错杀一千 也不放过你 那个Mary呢 就是我在吃饭的时候才认识的 我告诉你 Mary可是一个美女 不过你不要打她的坏主意 你放心吧 我不会了 你让你也不敢 我要出现 老大 这个该不会是你说那个美女吧 大口脑 这是不是几天一遍 她好像被车过来压过一样 她朝我们走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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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楼挺高的 这楼也挺高的 还好 这个好像不是你说的那个什么Merry 你还说呢 我都吓出一身汗来了 别动 这人才是Merry 美不美 怎么样 美 美美美美 跟你说 待会儿我跟他约会的时候 你跟我待在一边 好好的讯息讯息 听到吗 Merry 都看出来 你说他人怪 左右剑 剑又坏 女孩子听我一套 看着 这追女孩子就得耍宝 耍宝 告诉你 让你教的东西一定跟我交出 另外 今天发生的事情我要跟任何人说 要不然不就 你 关我屁事啊 多种颜色啊 真是要给你一块 小姐 这个材质你喜欢吗 这个啊 还可以吧 那么这一款呢 这个蛮好看的 会不会贵一点 一样了 都差不多了 童小姐 你这会算吗 那肯定了 能爽则爽 小房 满月 快快快来坐 你来得正好 我在选那个咖啡桌的材质呢 你给点意见嘛 好啊 你觉得我白色怎么样 白色的 还可以 但是我觉得好像不耐脏哦 这种呢 太深了吧 太深了 那要不就是 这种 哥 买金 你干嘛 一进来就还生太气的 说我们没头 就是这样 我们要开店了 好啊 好了 肯定是写的东西又被音达臭骂一顿 没灵感嘛 灵感那东西我又没办法 你是不是还在写那什么爱情小说 对啊 我对爱情又一窍不通 非让我写什么爱情 好好好 我们还是别理他了 正式要紧了 赶快把我们的咖啡桌材质选定 这个比较重要 对啊 你自己俩做的我们不招呼你了 刚才我们说不是这个吗 有没有什么吃的啊 我好饿啊 正好你去买点吃饭 我们都饿了 请大家吃嘛 对啊对啊去吧 真的会废物理由 干嘛说自己是废物呢 快去啦 不好意思啊 就我们刚刚说这种 如果这种跟这种 稍微综合一下 对 也行 避免 我不会再下去了 我们下个名字 突然听见 我们下个名字 对福音乐 再来 祝� 一次 对 你 你 会 哼 在办公室装那么多摄影器 这样以后大家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吗 就是嘛 你真不知道叶特术在想些什么 在这个样子 大家以后还怎么在公司里工作啊 哇 原来在办公室里装摄影机 就是为了接触我们的 啊 你们现在才知道啊 唉 这样一来 我们以后在办公室的一组一动 都会被他们看得一轻二重 嗯 以后大家特别有好日子过了 连通过来都不行了 你说这叶特术怎么会想到这样的办法来整个大家呢 这个女人是这样的嘛 变态嘛 她每次都把自己的快乐介绍在我们的痛苦之上 就是嘛 管她呢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你看我会不会理她 嗯 艾米 我们支持你 谢谢 谢谢大家 我真受不了你 哎 这你上去了 干嘛啊 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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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你买来装饰影机 没事赶快出去吧 先把我做事 不会吧 厕所也装饰了影机 哦 上去了 你上去了 你干嘛 你放开我 你干嘛 你干嘛 跟我进来 你干嘛 你放开我 放开我 那么多人在看着 已经不会好好说话呀 你也知道被人看着心里不舒服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可你为什么总是一意孤行呢 哼 我才要问问你呢 你们这些做主管的 平常都在干什么呢 你不要把话题扯开 我才没有扯开话题呢 要不是你们这些做主管的 独岛不周 底下的员工们 怎么会无法无天呢 这 我知道 这次大家 对在办公室里 安装饰影机的事 一直不愉快 可如果不这样做 而继续放让他们 整天无所事事 而没有工作效率 万一公司一垮 迟早所有的人 都要卷不开走路的 谁说大家都 整天无所事事了 至少我看到的是这样子的 这 好好好 就算有些人是这样 可你一杆子打翻 一传人的论调 我就不能接受 你这分明是把人家当贼看嘛 哼 是吗 很好啊 这样 大家就会安分守己地上班了 你 我 我懒得跟你说 上午十一点二十一分 夜停办公室 最后 我愿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嗨 走 董经理 你一个人吃饭 我们和你一起吃好不好 好 坐 董经理 你说这是什么跟什么吗 在办公室里装摄影机 那我们当小偷啊 我看啊 这个叶特助真的够了 自从他来了以后 我们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弄一些什么狗屁规定不说 现在竟然在办公室里装摄影机 来接受我们大家 更可气的是 他连女生厕所都不办过 你搞错 他还以为真的是锦衣卫啊 别说了安妮 我也反对他这么做 其实咋是如此 我当初就应该多坏个妻子在工作上 才不至于像今天这么 哦 董经理 我还真的以为你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呢 没想到你居然挣钱倒戈了 你这话分明是偏袒叶特助的吗 喂 什么时候被人藏走草了 人家董经理也不是这么想的吗 是啊艾米 我也跟叶婷反映过这个问题 这样大家肯定会反弹 可是叶婷这个人你又不是不了解的 他根本就听不进去别人的善意劝告呀 就是吗 你不要再说了 其实董姐平常还是满为大家谋福利的 但这个事情已经决定了 他也没有办法 好吧 那我们只有任命了是吧 哼 没门 我看这公司简直待不下去了 干什么啊 难不成 连这里也装摄影机吧 你要是不想待的话 你可以辞职啊 记死我了 去洗手间 行了吧 梅玉 那天的事 那天的事 别关系了 我 我只是 你生气了吧 没有 我就是 当时被吓到了 其实 这个事 我 马玉 你被什么吓到了 没有啊 你下飞河怎么那么快啊 人太多嘛 到我这儿去楼 你被什么吓到了吗 这儿呢 哪有干嘛 哪有吗 不在这里了 我怎么会去个小呢 不在哪里 不在哪里 哪里 我就想到 我来到哪里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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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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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是一条战线的对不对 我们就回来了 满地 来 吃东西 吃东西了 吃披萨 吃东西了 吃披萨 吃披萨 看 还是我哥好 都知道买披萨给我们吃 不像某些人啊 瘦了好几圈 你胖的时候还懒 好了好了 你们别在京了嘛 赶紧吃披萨 来 吃点吃吧 来 多喝 满地的 你们刚才在说什么呢 有人啊 要失业咯 有人啊 才刚刚开始要就业 还不知道能就多长时间 什么呀 我哥啊 记了一个爱情小说要写 满地 你还会写这种东西啊 就是不会写嘛 所以才要失业了 我谢谢你替我回答啊 不客气 我刚刚没有谈过恋爱 所以嘛 缺发经验 原来写爱情小说这么讲究啊 那当然了 这文字啊 只是传达思想和情感的媒介而已 但是作者本身如果没有亲人体验的话 就相当于隔靴搔痒还搔不着痒 这永远写出什么伟大的文章来的 没想到满地你这么有思想啊 撕个屁啊 你以前写武侠的时候 你当过侠客吗 你要是以后要去写一个自杀的人啊 你是不是自己要去自杀 你说这个事跟这个完全不搭价 好了好了你搭价 我们要再拍一张了好不好累不累啊 我倒觉得大家应该 应该替满地想想 怎么能写出这样的一个爱情小说 反正啊 要是想让他找个女孩子去谈恋爱呢 太难了 你说什么呢呀 我告诉你 之前一大帮女孩追着我都不惜啊 杀人 好好好 我给我老板娘个面子 我不跟你扯 好男不跟女斗 哥 要不要大爷帮你忙的啊 要不要啊 当然想了 我想 咱们要不到街上去买一些这方面的书 或者是DVD什么的 拿回来抄抄你看怎么样呀 杀人 本人是一个有原则的文人 绝对不会干这种鸡鸣狗盗之事 文人 文人 那你们笑什么呀 我倒觉得 要是现在谈恋爱 可能来不及了 对啊 要我说啊 满进 你跟我哥好好聊一聊 他经验比较丰富 哎呀 董姐 那这个事就拜托你了 我已经退出江湖很多年了 也很久没有谈恋爱的感觉了 那我怎么办呀 我看来只能到你们店里去打工了 那这样吧 满进 你去拿点新杯子帮我们把可乐倒一下 哎呀我好像是到你们家来做客哎 你又让我开门让我倒客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嫌话这么多啊 你快去倒了 哎呀哥你去吧 就直到实习开始 就是啊 够狠 够狠 哎呀我是去你们店当服务生 不是来当毛补的啊 别吃 自从在办公室里安装了摄影机之后 平时迟到早退的现象已经不再发生了 好 另外呢 工作效率也明显提升了不少 从哪儿看出来的 这个 这个我正在做报告 等出来之后 我再呈给董事长批阅 好 哎 大家对这项措施有什么意见吗 嗯 意见当然是有的 不过 只要是对公司改革上有利的 我会排除万难 全力以赴 嗯 好 嗯 嗯 嗯 当然 也有一些部门以及同仁怀有侥幸的心理 以为我只是做的样子给他们看 而继续我行我素 嗯 对这个问题我也在研究如何纠正他们 好 这是 董事长 慢走 我会再研究这个方案的 我会再研究这个方案的 看完了 我觉得我还挺上响的 是艾蜜 你还有心情跟我嬉皮笑脸的 根据调查 这几天 你平均一天到厕所补妆六次 共花了一小时三十分钟 打电话三十六次 共花了四小时十二分钟 五天内 打瞌睡十七次 共花了两小时三十八分钟 请问 你怎么解释 我 我常古装 那是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我是秘书 曾董不喜欢我们丑丑的嘛 所以呀 OK 我接受 电话呢 那是帮曾总约定约会 和联络公事的嘛 好 打瞌睡呢 你晚上睡眠不足 对不对 对对对 蓝米 我拜托你好不好 Boss是请你来睡觉的吗 而且我也不相信 你有那么多公事要联络 因为画面上 你总是在嘻嘻哈哈的 分明是在打私人电话 你到底要我几个话 你多少次 我 不用解释了 你知道吗 公司里正是因为 有了你这种害群之马 我才安装摄影机的 你知道吗 小姐 你不要再哭了 这是办公室唯一拍不到的地方 你敢把他都惹来呀 到时候夜会就又说你了 那要怎么样吗 大不了我不干就是了 哎呀 你别哭了 我求你了 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 他还说我是罪魁祸首 他说公司会装监视器 都是因为有我这种人 他真的是很过分哦 其实在办公室 打破的又不是你一个人 只是你这个人 眼睛不关事而已嘛 不哭了吗 我求你了 只要你不哭 我什么都答应你好不好 真的吗 嗯 你不骗我 我骗你了 你好像有目的哦 哪有 你拉钩 于是 这天下午 满玉和艾咪 晚上十一点二十七分 嗯 我想到你们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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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文 对不起 我现在很忙 待会儿再打开你 好 拜拜 你怎么把手机关上呢 不可以 不可以 我打震动好不好 你这样快去了 好好好 快 撑撑撑 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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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走 走 走 晚上是一点三十九分 是一点四十分 谁呀 谁 我看见你了 怎么办 怎么办 你吓死我 你可以什么办法呀 快快 谁呀 我可有家伙 你在哪儿啊 在哪儿呢你 我 我可进去啦 我可进去啦 我可是见到二十段的高手 他就没见到啊 他就没见过啊 市场污那谁啊 那个市场污移说你 你怎么说 保安部那谁 那个什么 那个水桶掉了怎么办 谁负责 小赵 晚上11点53分 什么还没到啊 你干什么吃啊 你这半小时你还没 你说你该不该下岗 你说 凌晨0点15分 凌晨0点37分 凌晨0点51分 凌晨1点09分 我相信是安真奇怪 安真奇怪 等着看好戏吧 下次啊 我看他下巴张到膝盖上 我就不信他在办公室 会有把笔被我们录下来 你觉得我帅吗 喜欢一个人是很慎重的事情 怎么拿这种事情去骗人呢 你太不了解的武华了 这种奇怪的事情他一定会喜欢 让他做一场游戏 他一定会乐不可知的 我这儿也有一卷录影带 也希望大家能够看看 够了 看了这些 不知道我们该为叶特助打几分呢 这是在公司里啊 大小肉 要你小一点 要你酷一点 让你跳出来 让你背起来 放弃 constrain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